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主要是一个无痛性的黄胆 表现为没有发肤痛 但是表现为皮肤眼白的发黄 如果是炎症性的 那么一般也是有炎症的表现 比如说有发烧 肤痛 黄胆 总的综合的表现就是有黄胆的表现 因为胆道发生耿煮了 胆子不能流到勺子上去了 那么表现为黄胆 黄胆是它的主要诊作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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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